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A老师的AR课堂 如何获得成功呢?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可要数钱都听好了 那就是el primer paso para conseguir las cosas que quieres de la vida es decide lo que quieres 这句话好长用,小A老师 没错了,因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想要获得成功,你所要迈出的第一步便是决定好你究竟想要什么 在听课的大家是不是早已经想好了,决定好了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了呢? 嗯,让我想想大家想要什么,啊,我知道我知道 嗯,在听课的你一定是想要学好西班牙语吧 嘿嘿,那就赶紧跟着小A老师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换个姿势,咱们再读一次 el primer paso para conseguir las cosas que quieres de la vida es decide lo que quieres 送给大家我们今天的每课一句 如果还没有决定好的同学,赶紧回家好好想一想哦 你究竟想要获得些什么呢? 嗯,废话不多说 既然想要好好学好西班牙语,咱这就接着往下啦 好了,那欢迎大家回来 今天呢,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意义非常深远的一课呀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在今天这一课当中 迈入大家AR课程的最后一大课了 是不是很激动人心呢?应该是很有成就感的哟 此处应有掌声,谢谢 然后我就自己拍手 好啦,那我就不自嗨了 那在这之前呢,我们还得先给第九课我们的LECTIO 9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跟着小艾老师一起来回顾一下 看看我们这第九课当中究竟学习了哪一些一定要掌握的知识吧 在第九课当中呢,我们学习到了一个崭新的时态 它叫做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这样一个时态 它是承接着我们之前已经学过的陈述式简单过去时之后 相应出现的第二个表示过去动作的时态 那我们也在第九课当中反复的将这两种时态互相的融合 互相的配合来完成一些句子 来了解一下这两种时态虽然都可以表达过去的动作 但究竟有什么样的异同处 相信大家应该都还记忆有心 那既然我们要给第九课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那小艾老师就要从头带着大家一起复习 也许有些内容你已经觉得很熟悉了 那请你忍住啊要坚持 请听我再啰嗦一遍 首先呢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个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的变位情况 它总共只有三个不规则变位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的难度应该是大大的降低的对吧 比起那一些特别不规则 比如陈述式的简单过去时 I my那些不规则那是数都数不清对不对 我们的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显得乖极了 只有三个分别是ser ir以及ver这三个人 他们呢是特殊不规则变位 大家需要单独记忆一下就好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以r的结尾的 以re的结尾的动词呢 就直接按照规则词尾的变化就可以了 所以应该不会让大家很费神 对不对 是我们学到现在为止 相对来说特别规则的一种时态了 对吧 好 那么有关于它的变位形态呢 小艾老师就不赘述了 在我们掌握了变位形式之后啊 我们就需要隆重的来了解一下 有关于它相应的用法了 我们说陈述时过去未完成时呢 通常都是用来表示对过去的描写 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 也是它首次登场的时候 就让我们看到的情况 对不对 用来表示对过去的描写 其实呢 这个描写可以很广 它可以表示对过去环境的描写啦 对当时人物的描写啦 对物品的描写啦 等等 包括整个事情发生的背景的描写 凡是只要你能够提上描写这两个词的 我们基本上都是用到过去未完成时的 这是它主要的第一个用法 而它第二个用法是表示什么呢 就是表示发生在过去 但是呢 不止发生了一次 而是过去一段时间当中反复发生的 且多次发生的 但是重点在于小艾老师有特别提过哦 在这里的多次发生也好 反复发生也好 习惯性发生也好 就是不能明确的告诉你发生了几次 因为如果我们已经明确的知道发生了几次呢 就证明这件事情已经彻底结束了 这时候其实就需要使用简单过去时 而不能使用过未完了 大家能够了解哦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通常我们是发生在过去的动作 并且搭配上一个表示频率的时间短语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会使用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去表达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那在这里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表示频率的短语有很多哦 什么 这些全部都是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会用到一个 然后加上定管词 再加上名词的复述形式 来构成每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这也是一种较高的频率 比如说每一个周日 每个周日 那就叫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要说每一个礼拜 每周 那我们就叫 大家都了解了吗 那这一些情况呢 这一些表示频率的词汇 如果搭配一个发生在过去的动作 那么这个动词就一定要使用过去未完成时了 我在这里就不啰嗦了 相信大家心中也有一笔账的 对吧 好 那说完了过去未完成时呢 我们再来说一说它和简单过去时的配合使用 通常呢 在一句句当中呢 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两个动作 就是我要讲一件过去的事情 肯定不是一个时态就能够搞定的 比如说我要说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我摔了一跤 这个稍微有一点狗血的剧情啊 不过大家可以听一听 比如我现在说 我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我摔了一跤 那对于这个月黑风高 是不是就是对过去情况的描写呀 所以对于这个月黑风高这一个概念 我们肯定是需要使用过去未完成时的 而我很不幸的 啵啵 摔了一跤 这就是一个所谓点的动作 我们就会直接搭配简单过去时 其实呢 我们用一个更简单的概念来概括 就是一个点和一条线的概念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 所谓的一个点和一条线 大家想一下 我们以前是不是最早见到 这个过去未完成时有一个句式 叫做当我小时候和当我多少多少岁的时候 然后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 大家想一下 当我多少多少岁和当我小时候 是不是都是一整条线 在这条线当中发生的某一些事情 C 那这个时候呢 当我多少岁叫做 quando tenía 多少 años 以及当我小时候叫做 quando era pequeño 大家都不要忘了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啰嗦的就是 当我小时候和当我有多少岁的时候啊 这两个句式除去有使用动词的短语情况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直接用前置词短语来连接 比如说当我小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叫 de pequeño 而当我有多少多少岁的时候 我们叫 alos 多少多少 annios 这两个短语呢 大家额外的记忆一下就可以了 说到这里呢 就是有关于我们学习到目前为止 简单过去时和过去未完成时的搭配使用 以及各自单独使用的相应的情况 大家要留意一下就好 我在这里呢 就不再啰嗦了 我们继续往下 在第九课当中呢 我们最后还了解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那就有关于前置词去表示具体时间的用法 那这里的时间呢 有很多 我们可以表示终点啦 表示日期啦 表示年份啦 表示月份啦 表示几几年几月几号 以及表示我们一天当中的各个时间段等等的用法 大家都有印象的吧 那么接下来也跟小艾老师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就是呢 我们要表示终点的时候会用到a这个词 那跟a有着一起同工 也可以连接终点的人呢 叫做sobre 唯一的区别是 a表示更为精准的在几点几点 而我们sobre呢 更偏向于约时 大约是几点钟的时候 sing 接着往下呢 我们出现了一个前置词叫做an 它可以搭配两个时间短语 一个是年份 在几几几几年 一个是月份 在几月几月 重点是表示月份的词不大写 同时呢 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精准的 几几年的几月几号 这样子一个精准的日期 那我们就不能再加上an了 比如说我说我在2000年的1月2号做了什么事情 大家不能说an2000年的1月2号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留意了 那如果是像安妮达刚刚提到的这个具体的日期 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出现具体的日期 我们要和另外一种时间短语的表达方一起记 那就是表示星期几 表示星期几的表达 比如说lunes 周一周二周六周日 等等这些表达的时候 也是跟我们表达具体日期的情况一样 不能连接任何的前置词 而是直接填接在句子当中 比如说我礼拜一的时候 我去了上海 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说 大家要留意哦 是不能加上任何的前置词的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了 接着往下呢 我们还学习到了有关于时间段的表达 比如呢 有上午下午晚上 小爱老师额外补充了四个人 分别是黎明破晓 黄昏降临 中午以及半夜 这四个词 大家都有印象吗 那除去这安大说的这四个词之外呀 常规的上午下午晚上呢 就直接使用前置词 BOR来连接就好 加上阴性定管词 L 分别是BOR La mañana BOR La tarde 以及BOR La noche 而安大额外补充的那四个人呢 都很巧妙的 全部都使用前置词 A来连接 当然也需要加上相应的定管词 而这时候的定管词呢 取决于大家家的名词 比如黎明破晓和黄昏降临 这两个呢 都是阳性名词 所以我们都会说Al Al这样的情况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分别叫Al Amanecer Al Amanecer 一个叫Al Atardecer Al Atardecer 另外两个人呢 分别有两个代半的 对不对 一个叫半天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午 另外一个呢 叫半夜 也就是晚上 对不对 晚上的一半 半夜 分别是Al Medioria 以及Ala Media Noche 嗯 很好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两组人啊 所谓两组呢 虽然表达的意思都差不多 都是从什么到什么 但是这两组人呢 是有所不同了 Desde Asta 以及De和A 那我们说截止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记住 两个长的搭配在一起 两个短的搭配在一起 也就是Desde搭配Asta 而De搭配A 就我们目前来说呢 所有的区别呢 有两个 一个区别呢 就是当我们要表示终点 从几点钟到几点钟的时候呢 Desde Asta 可以加上阴性定关词Las 比如说Desde Las Tres Hasta Las Ocho 但如果我们用De和A呢 这个定关词就拿走了 直接变成De Tres A Ocho 比较简单的短语表达 那除了这个终点的表示上 有差别之外呢 Desde Asta 和De A呢 目前来说还有一个差别 就是当我们表示过去 从多久以前起 我们知道多久前 叫做 Ace 加一段时间 比如说两年前 叫做 Ace Dos Años Ace Dos Años 那如果我要说从两年前起 那叫 Desde Ace Dos Años 而不可以说成 De Ace Dos Años 这是一个固定的短语表达 大家留意一下 这号 说到这里呢 就是我们截止到目前为止 大家需要注意的 Desde Asta 和De A 之间的区别 其他的内容呢 我们就不用深究了 一般来说 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使用 是不会产生特例的 行 好了 那说了那么多 我们第九课的内容 是不是即将都接近我声了呢 别着急别着急 还剩下最后两个 小艾老师要强调的内容 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 这里呢 最后一个点 是有关于一些常见的 动词短语的使用 在我们第九课当中呢 我们学习到了一个 副动词新鲜的用法 什么叫副动词新鲜的用法呢 就是截止到以前啊 我们学副动词 主要的用法 就是由Estar加上它 用来表示正在做谋事 对不对 但是在我们的Lection 9当中呢 我们学习到了 两种新鲜的用法 第一种呢 是由动词Segir 或者Continuar 连接副动词 Segir和Continuar 两个人是表示 一样的意思哦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使用 一起记 Segir和Continuar 连接副动词 解释为继续做谋事 继续做谋事 而除了他们之外呢 还有一个人叫做Evar Evar 他在使用的时候呢 需要加上一段时间 再加副动词 解释为我做这件事情 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当然大家也可以把Evar 变成相应的人称 那就是谁做这件事情 已经有多久了 明白 好 那除去这个短语之外呢 我们还需要注意的就是 有一个Sing 加上动词原型的用法 解释为没有做谋事 大家别忘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Dejar de 加动词原型 解释为停止做谋事 或者放弃做谋事 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短语 叫Borverse 加上你的一些形容词啊 就是表示一些转变变化 Borverse呢 就直接解释为变化啊 成为什么什么样的东西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跟我们以前所学的 它的Borverse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所以呢 较为特殊 大家注意一下就好了 那好了 说到这里呢 其实我们的Lexion 9啊 大多数的内容 已经跟大家告别了啊 我们已经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怎么样啊 大家听我在总结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心中有数的感觉呢 嗯 还是有一点点小茫然呢 怎么样都好 赶紧去小练习当中 给自己来总结一下吧 看看有哪一些 还掌握得不够清楚 需要后期好好复习的呢 都准备好了 我们就要进入 崭新的Lexion 10了 是大家A2阶段的最后一课了 小艾老师说起来都很激动人心的 你们呢 赶紧抓紧完成啦 我在这里等着大家哟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小艾老师说起来都很激动人心的 大家好 欢迎大家走入崭新的第十课 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听到小艾老师说这样一段话 是不是不会觉得很陌生 反而有的密点亲切呢 没错 这就是成就感 学习的成就感 好了 恭喜大家走入我们A2课程的最后一课了 其实呢 小艾老师又要开始依依不舍了 不过先别 只要进依依不舍 我们毕竟还有那么多课呢嘛 等到这个最后几课 我再来这个抒发我的情绪 我们先赶紧学习吧 不要听我废话了 我们在lección10当中呢 会学到一篇主题 叫做 直白的中文意思是 明天呢 会怎么样呢 明天会怎么样呢 我们今天将学习它的第一单元 ambito uno mañana será otro día 有没有觉得听上去很好听呢 有没有觉得这个动词听上去 跟我们以前所学的变味又不同了呢 será 没错了 在这里呢 我们又即将学习一个崭新的时态 大家可以细数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学到的时态很丰富了 表示过去的也有了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 表示将来 si mañana será otro día 直白的中文意思就是 明天又将是另一天 也就是新的一天 崭新的一天 那既然我们都已经说出来了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话说完吧 没错 在这一课当中呢 我们将学习一下 陈述式的一般将来时 那说到这个将来时啊 跟其他的时态不同 也许别的时态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通常都先研究他的变味 但一般将来时啊 就我们目前来说 我们可以直接理解他的用法 为什么啦 一般将来时 一般将来时 他的用法一目了然啊 那自然就是用来表示将来的动作了 所以了解完了他这个基础的用法之后 我们再来一起研究一下他的变味 大家会不会更喜欢这个时态呢 如果说刚刚他的使用形式 让大家觉得很简单 够亲民的话 现在小艾老师要说他的变味情况 你们会更喜欢他哟 因为啊他和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各种时态 有一点特别的不一样 就是我们的陈述式 一般将来时 以R结尾的 以R结尾的 以IR结尾的 全部都是同一种变味情况哦 还不够 而且 他们全部都是在动词原型的基础上 去进行变味哦 也就是说我们是保留动词原型 不需要去掉词尾的 而是直接在动词原型的后面 加上一些东西 就可以构成我们的将来时变味了 怎么样怎么样 是不是对这一个时态顿时新生好感呢 那好 那废话不多说 赶紧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首先呢 小艾老师要说 我们R R E的结尾都一样嘛 然后我们又说了动词原型要保留嘛 那么就直接来看一下 究竟要加上些什么嘛 跟着我一起念一下 分别是 A As A Amos A 和A 那相信大家在朗读的时候呢 也感觉到了 我们很多的人称呢 都比较重 对不对 有A As A 这种感觉 那么大家要记住 所有的人称都有重音符号哟 只有我们这个人称是叫Amos 是没有重音符号的 记住了吗 那好了 既然小艾老师说直接加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 好不好 我们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Amar Amar 就是为爱 那如果我们要在后面加呢 我爱 我将会爱 就直接叫Amare Amaras Amaran Amaramos Amarais 和Amaran 怎么样怎么样 在听课的你 有没有跟着我一起张大嘴巴 说一说 以R结尾的你还没反应过来是吧 好 那我们接着说第二个 这一次你要跟着我说了 我们来一个 Gomer 以R结尾的 也试试看 Gomer 预备 一起 Gomeré Gomerás Gomerá Gomeramos Gomeréis Gomerán 有没有觉得听上去很像唱歌 是不是有点好听呢 再来一个以R结尾的吧 让我们在这个熟练熟练 Escribir Escribir 连起来就叫 Escribiré Escribirás Escribirá Escribiremos Escribireis 以及Escribirán 大家要注意一下中音都是在最后的哦 在那个有中音符号的音节上面 大家都留意一下 说到这里呢 我们已经把陈述式一般将来时的基础的规则的变位形式介绍完了 什么 基础的 规则的 没错了 这个总有那么一两个是不规则的嘛 对不对 大家看这个陈述式过去是那么清楚 那么规整的时代都有三个特殊不规则了 那我们的一般将来时自然也不例外了 总有那么一两个不规则的 不过不是一两个啊 陈述式一般将来时呢 总共有十个常见的不规则形式 但是大家别着急 小艾老师把话说在前面 大家现在呢 是处于一个A2的阶段 如果你们想对你们的西班牙语有一个更继续的深入的话 那B1阶段呢 就是大家继续前进的道路 对不对 而我们在B1阶段呢 会逐步学习一些崭新的实态 其中呢就会包括一个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 有内涵的实态 叫做一般条件式 听上去这个名字就很洋气对不对 那小艾老师为什么将来时说的好好的 又说到一个有的没的实态呢 我就想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现在能够稍微费一下心思 把这十个不规则记下来 你们将来在学习一般条件式的时候就不用背了 也就是说这一些动词在将来时是不规则的 在条件式也是不规则 且不规则的长相和形式是完全一样的 而如果在我们一般将来时 它没不规则 那么好 它在条件式也是正常变位的 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种一通百通的感觉呢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基础要打好 要扎实 要背起来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究竟又有哪十个人吧 嗯 十个这个数字吧 听着说多不多 但其实说少呢 也确实不少 那布罗索跟小艾老师一起来认识一下 他们分别是 dener表示拥有 salir离开出门 poner放置 poner能够 decir说 hacer做 saber知道 querer想要 venir来 以及aver有 好 那我们先认识了一下 大家一定会发觉一个问题 就是这十个人啊 都是日常生活当中最常用不过的了 他们的中文意思呢 表达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他们究竟应该如何来变化吧 由于我们知道他的这个词尾了 所以小艾老师都只变第一人称我的情况 那其实人称呢 全部都按照第一人称我 然后接着往下变就好了 我们以tener为例 那tener呢叫做tendré tendré 接着poner叫pondré pondré 然后呢poder叫pondré 这两个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poner是pondré 然后poder是pondré 是不是很像呢 但是要留意哦 这两个是不同的 好 那么接着往下呢 我们要说一下来 venir venir来 我们叫pendré pendré 这个词也是用的很多的来 对不对 将会来 接着呢 有说和做这两个人 我们放一起记 他们两个人也比较像 说叫做decir 它叫做dire dire 而afer呢 叫做做 它的这个将来词呢 叫做are are dire iare 接着往下呢 我们要说到的这两个人呢 可能是中文意思导致了 他们的这个将来词情况 用的很少 为什么 一个中文意思是想 一个中文意思是知道 对不对 那知道可能还用的多一些 但是大家想一下 我们中文当中 是不是很少会有人说 我将来想 你怎么知道你将来想不想呢 对不对 一般这种情况很少 如果你说想的话 肯定是我此时此刻去想将来的动作 但想 这肯定是现在在想的 明白 所以这个gerer的将来诗用的很少 也因为这个gerer的将来诗很难念 为什么呢 gerer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对吧 但现在的将来诗会变成多基产音 变成gerer gerer 没错 就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呢 包括它的读音 包括它的中文意思都限定了 其实将来诗的用法用的很少 大家只要知道和留意就可以了 那么saber叫什么呢 叫sabre sabre ok 那你知道呢 就叫sabras sabra 然后sabra sabremos sabre sabran 明白 以及最后一个人呢 叫做有 你不要小看了这个有 这个有倒是也很经常用 比如说叫 我认为 什么什么地方将会有 什么什么 我认为中国将来会有更多更多的人 这个是不是就会有一个叫将会有 那我们就会用到 aver的将来诗 也是不规则的 叫做abra abra 行 好了 那说到这里呢 我们就把这十个人都介绍完了 大家回去可以多多浪读 然后把它们记下来 但是不用着急 也不用有心理压力 小艾老师没有说今天这节课记住 然后下节课要验收 我没有说 在我们第十课 我们有两个单元嘛 整个两个单元全部结束以前 你把这十个人记下来就好了 所以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 要求不高吧 嗯 好了 那我们既然了解了这个变味 也了解了它的这个意思 了解了它的用法 我们赶紧去文章当中找找感觉吧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那首先呢 小艾老师有一句话要说在前头啊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读的这一篇文章呢 相对来说比较的学术 专业性也比较高 因为呢其实我们A1A2阶段啊 更多的是停留在一些日常的绘画 也就是技术文啊 这种有故事情节的这种叙述文比较多一点 但是像这一类的就比较官方的 或者说以一个第三方的角度 去评判事务的文章呢 相对来说要求就会比较高 所以大家如果不是非常理解的话 也不用特别在意啊 会不会说哎呦 这个我都掌握的不好 怎么都看不懂等等等等的问题 大家记住这不是你们的问题啊 书上总会给大家一些超过大家能力范围的 想让大家能够跳起来摘果子 这样子的学习情况 所以大家跟着小艾老师一点一点抽丝波茧 去理解就好了 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吧 我们先来读这个多少前面的第一句啊 那在这里呢 那这个seable是一个无人称的用法 对able打开 由se加上第三人称单数构成无人称 这个我就不讲了 我可以说我们在AE的时候就学过 说什么como se dice 记得吧 这个这个东西用什么什么语言怎么说 我们说这里的se dice 就可以解释为一个无人称的吧 那么好 就是说打开了一个新的edapa 是什么意思呢 edapa直把的中文意思就是阶段 直把的中文意思是阶段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纪 一个新的阶段 什么东西的伴随着什么东西呢 el siglo XXI 随着21世纪的这个情况啊 21世纪的到来 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 新的这个时间纪点啊 新的阶段都可以啊 在哪一方面是开创了一个新的呢 en la historia de la humanidad 那很简单的对 人类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怎么样的一个阶段呢 对这个阶段有一个注解 una etapa que estará marcada por el desarrollo tecnológico y científico 那这里呢 我相信很多同学看着就比较累了 因为出现了一些好像比较洋气的 又不怎么生活化的单词 比如说什么 tecnológico la 什么scientífico la 这种词 对不对 不过不要着急听我 威威道来啊 他说是一个这样的阶段 怎么样的阶段呢 estará 这就是我们这一刻学到的将来史的运用哦 它来自于动词原型 estar 然后加上了margada 我们知道margada来自于动词margar 是一个过去分词做形容词 对不对 那么这个margar之外的中文意思呢 是标志 标记啊 就是一个这样的阶段是标志着 estará marcada 将会标志着 是有什么东西标志着的呢 el desarrollo 就是为进步 什么东西的进步呢 technológico y científico 两个形容词 一个是科学 对不对 científico 科学 而technológico呢 解释为技术的啊 技术的 好 那么整个句子连起来的中文意思呢 就是说随着21世纪的到来啊 这个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 一个新的阶段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呢 这将是一个以科技进步为标志的时代 大家都能理解了吗 好 接着往下看哦 它说 我们看一下这第一段话说什么啊 这个句子其实大家都学过 大家记不记得 以前没有学表达观点和意见的时候 我说我认为 我们可以直接说 有印象啊 那现在换一换 是谁谁谁的意见 那就是 那是谁的意见呢 大家认识一下 直白的中文意思是专家 专家 各种专家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词啊 在专家看来 OK 怎么样 a lo largo del siglo XXI 大家也要认识一下 啊 那个a lo largo de 这也是一个固定的表达 沿着什么什么东西 随着什么什么东西 或者我们叫在什么什么期间 OK 伴随着这整个21世纪期间 人类 el hombre 直白的意思是男人 但有很多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的意思翻的大一点 就是指整个人类啊 人类将会怎么样呢 congistara el espacio 大家见到了 因为我们21世纪啊 在这里 congistara 出现了一个将来史 来自于东西原型 congistar congistar 直白的意思是 攻占 占领啊 或者攻克都可以 啊 那我们将会占据什么地方呢 el espacio 就是为太空啊 连起来就是说 嗯 在专家的这个角度看来 在整个21世纪呢 人类都将去占据 占领整个太空 就是creará nuevas y más rápidas redes de comunicación ok creará 来自动 全形 crear 直白的意思是 创办 创立 大家有没有想起来 我们曾经有学过 那个什么 la creación de la onu 就是什么什么组织的 创办 创立 有吗 有印象吗 ok 那这边 他说 创办 创立 新的和更快的 redes 啊 这是一个附属 解释为网络 什么网络呢 comunicación 那我们就是沟通交流 嘛 那就是通讯网络 人们将会建立更新 更快捷的通讯网络 贾老师觉得 现在这个网络信息时代 已经很发达了 这个将来会发生什么 这是不可想象啊 我们就敬请期待好了 接着 descubrirá el origen de muchas enfermedades o imortades 好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 就前面说了两个 一个是说我们会去占据太空 这个觉得 对小艾老师来说 这个 这个感觉不是很深啊 我不晓得 在听课的男孩子们 有没有这个 想要上太空去 一探究竟的这种愿望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 一般都是男孩子 比较喜欢那种 星星啊 天空啊 什么天文学家 想做这个对不对 小艾老师从小就在这方面 比较陌生啊 这个所以第一个 说人类将会去占领太空 这个对我来说感触不深 然后呢 说人们将会这个设计 创造出更多新的 然后更快捷的 这个通讯的网络 这个对我来说 其实也还好了 我觉得目前这个情况 已经很发达了 OK 但是下面这一个 小艾老师觉得很有用 他说怎么样 descubrir 来自于动词原型 descubrir 只把的意思是发现 那么将会发现什么呢 el origen de muchas enfermedades origen 只把的意思是什么 源头 OK 源头啊 那么这个源头呢 很重要 就是找出什么东西的源头呢 enfermedades 疾病 怎么样的疾病呢 oy mortales 如今是mortal 形容词 解释为致死的 也就是说 现在那些绝症的 足以致死的疾病的源头 因为我们说 有一些疾病 现在目前找不到源头嘛 就病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源头是什么 就无法根治 对不对 所以治不好啊 就是将会找出那些 如今是致死的疾病的源头 并且 i desarrollará fármacos para su curación 你看这个很好吧 并且还会干嘛呢 desarrollar desarrollar 直把的意思是 发展 对不对 发展 那么在这里可以直接解释为 研发 OK 创立都可以 研发出什么东西呢 fármacos 大家认识一下 解释为药物 这个词呢 比较大 也比较专业 是一个总称 研发出一些药物 怎么样的药物呢 para su curación 对于它的治愈啊 curación就是治愈 这专门强调是治好了 也就是说 找到那些 现在足以致死的疾病的源头 并研发出能够治愈 这些疾病的药物 是不是很好 好 那如果这些还不够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还会有什么畅想啊 说 vivirá más años 人们可以怎么样 vivirá 也是完全规则的将来是变味 要将会生存的 生活的更多年 就活更久 这个大家想吗 这个有 大家有没有想要长生不老的 这种感觉啊 这个 小艾老师一直都觉得 就 如果年纪很大了 然后我长得很丑 然后长生不老 还挺悲伤的吧 就别活太久了 当然了 话是这么说 真的要死了 我肯定也不想死 我们接着聊 OK 然后 inventará instrumentos y aparatos 将会使得 这里的arán 来自于动词原型 直白的中文意思 虽然是做 但是呢 我们说 这个acer 还有一个用法 就是加阿 加人 然后加一个情况 加动词原型 就是为让某人做某事 就使得他做某事 那么这边呢 我们没有加动词原型 而是加一个形容词 也是一样的 使什么东西变得怎么样 他在这里是说 这个发明出一些器具和设施 能够是使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的 comoda 就是为舒适的 OK 舒适的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 disfrutara más de su tiempo libre 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生活 变得更加舒适嘛 然后我们就 人们就可以怎么样 disfrutara 来自于动词原型 disfrutar 加te 加名词 就是为享受什么 那这里是 disfrutara más 更多的去享受 您的休闲时光 OK diempo libre 就是为闲暇时光 休闲时光 都能理解吗 到这里为止 我们有了一连串的 畅想 OK 好 那么我们在这里为止 我们从头把这个整个这一段话的畅想 因为都是将来时 来理解一下 这个文章当中说到了 随着21世纪的到来 人类历史将开创一个新的纪元 这将是一个以科技进步为标志的一个时代 那在专家们看来 在21世纪当中 人类将去占据太空 然后会创造更多更新 然后更快的通讯网络 然后将会发现很多什么东西 现在是致命的疾病的 origen 致命的疾病的病因 或者叫源头 并且会研发出能够治好这些疾病的药物 人类呢 就可以这样活得更久 发明让我们的生活 能够现在感觉更加舒适的设施和器具 能够让我们更多的 更好地去享受我们自己的空间 时光 明白 好 加油 这就忘了 pero según estos mismos expertos durante el siglo XXI aumentarán las desigualdades entre países ricos y pobres aumentarán las desigualdades entre países ricos y pobres ok 刚刚前面说的挺多 都是比较美好的这个畅想的吧 然后他就说了 但是啊 根据这一些相同的这一批专家 也就是说刚刚发出这一些想法的这一些专家 就是有这些观点的这个专家 还是同一批 还是这一些专家 según 根据某人的意见 他们也说了 durante el siglo XXI 我们说过了吧 这个durante 就是为在什么期间 对不对 在这个21世纪期间呢 aumendarán 也就是说将会增加 什么东西将会增加呢 las desigualdades 后面这个是主语啊 复述的 所以呢 我们前面的这个 aumendarán 也使用了第三人称复述 什么东西将会增加 那个desigualdades 也许大家不够熟 但是如果问 igualdades 大家有没有印象 也是为相同的 一样的 对不对 是形容词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desigualdades呢 就是它的名词形式了 也是为不同 或者叫差距都可以 ok 不同和差距 或者我们叫不平衡也可以啊 将会增加 在谁和谁之间啊 在那些富有的国家 和穷困的国家之间的 这种不平衡的关系 这种差距将会增加 ok 那比如说 las guerras el hambre y las ceguillas acabaran con una parte muy importante de la población mundial uy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情况啊 这里就比较悲伤了 las guerras 就是为战争 el hambre 就是为 y las ceguillas 就是为 ganhan 这三个问题将会怎么样呢 agabaran la ceguillas agabar 那这边呢 有一个固定的短语 叫做agabargon agabargon 我们知道agabar 有结束的意思 但如果是agabargon呢 是一个固定的短语啊 就是为消灭 也就是刚刚前面说的 战争问题啊 肌肉问题 以及干旱问题 将会消灭 或者叫毁灭 对不对 怎么样呢 una parte muy importante de la población mondial 在这里呢 直把的意思是 一个部分 怎么样的部分呢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什么叫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难道其他人都不重要了吗 其实不然哦 在这里这个重要 其实并不是说 这个东西究竟有 这个重要或不重要与否 而是想要强调 这个量的大 ok una parte muy importante 其实指的就是 很大一部分的人口 怎么样的人口啊 mundial 世界的人口啊 也就是说 刚刚我们说到的 这个战争 饥饿和干旱 将毁灭世界上 很大一部分居民 ok 就是很多人 是因为这些问题 将来会去世 ok 就是 degradaremos más el medio ambiente y agodaremos los recursos naturales que todavía quedan 那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前面说的这个 战争 la 饥饿 la gan汗 la 这边就比较 伤感了 对不对 还有什么问题呢 他说 agodaremos ok 那agodaremos 再加上前面的那个 degradaremos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两个呢 都是将来时 我们的变味 对不对 分别倒推回原型 degradaremos la 最动词 degradar 大家有没有发觉 只要是将来时之后 就很方便 因为原型 直接把屁股去掉 就可以看到了 degradar 对不对 而后面的那个 agodaremos 是一样的 那我们也去掉屁股 就是agodar sí agodar 那我们来看一下 除去前面的这个 各种问题导致这个 世界性人口的这个 这个毁灭之外 还会有什么呢 degradar 是什么意思 没错了 degradar 表达的意思就是破坏 毁坏的意思 毁坏什么呢 el medio ambiente 就是为环境 我们会更毁坏 更多的去毁坏 这个环境 并且我们会 agodar agodar 就是为用尽 ok 用尽啊 这个用尽的意思 就是已经使这个资源 给枯竭了 耗尽 ok 什么东西呢 agodaremos los recursos 就是为资源 什么方面的资源呢 natural 这是一个形容词 对这个资源进行一个修饰 我们会耗尽自然资源 是怎么样的自然资源呢 que todavía gueram 就是到目前为止 还剩下来的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guerar 在这里啊 做动词 中文意思是剩下 也就是指 到目前为止 还剩下的那些自然资源 我们将来都会把它耗尽 明白 加油 最后几句了 disminuirán los delitos contra la provedal robos pero aumentarán los delitos contra las personas bioraciones asesinatos agresiones 这一连串都比较伤感 但但我们总要面对 好的坏的都要知道一下 disminuirán 中文意思 disminuir 也能找到 对不对 什么东西会少呢 disminuir 就是为减少 disminuir 什么东西会减少 los delitos delitos 就是罪行 什么样的罪行呢 contra la propiedad sì contra la propiedad propiedad 直白的中文意思呢 就是为财产 资产 或者物品 都可以 那他这里直接给大家解说了 叫做robos 就是偷窃 盗窃罪 也就是说 对于盗窃罪的这个 这个犯罪行为呢 肯定将来会减少 但是什么东西会增加呢 那些罪行 怎么样的罪行呢 contra las personas 前面是对物品的犯罪会减少 但是对于人的这个犯罪会上升啊 是人的什么犯罪呢 对于人会有哪些 bioraciones 解释为暴力 然后 assassinados 是谋杀 aggression 是什么意思啊 侵略 就是这方面的内容将会上升 OK 最后一句 nos volveremos mas in solidarios OK nos volveremos 是我们前文才复习过的 动词原型 volverse 对不对 解释为变成啊 那我们将会变得怎么样呢 人将会变得非常的 insolitarios 解释为不团结的 OK mas in solidarios 不团结的 这个词如果把in去掉呢 就解释为团结的 这是一个反义词 OK insolitarios con el siglo XXI se abren nuevas puertas a la esperanza pero también es fuente de inferditudumbre y de temor 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如何总结 他刚刚前文的 这一大段的畅想啊 他说 随着21世纪的到来 se hablen 大家就会见到 这里并没有用将来识 因为很简单嘛 21世纪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但是刚刚前面 有一些畅想是 21世纪 目前为止 还没有实现的 所以才用将来识啊 所以他这边用到了一个 陈述式的现代识 就是指 我们现在其实是21世纪啊 se abren nuevas puertas ara esperanza 就随着21世纪的到来呢 怎么样 这个希望的大门啊 esperanza就是为 希望 las puertas man nuevas puertas 希望的这个大门呢 将会打开啊 这个希望的大门打开了 但是呢 tambien es fuente de incertidumbre y de temor 最后还补充一句 但是呢 也会怎么样啊 没错了 funde之外的中文意思是源头啊 同样也是什么东西的源头啊 inferdidumbre y de temor啊 解释为毫无把握 inferdindumbre 就是不确信啊 没有不可靠的 没有把握的 和demor 解释为恐惧的源头所在 也就是说因为未知的世界嘛 会有很多的新的希望 但也充满了毫无把握的内容 以及恐惧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好了 那今天呢 我们就不深究了 说了那么多也累了 掌握了一个新的时代 对不对 顺便聊了一聊 在剧子当中的读法 又读了一篇 好像有点晦涩的文章 相信大家也该歇着了 嗯 好 那我们去文化赏息当中 转一圈吧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唱歌啦 这首歌呢 记得是这么唱的 叫做 在那山的那边 海的那边 有一群 请猜歌名 啊什么什么 这个太简单了 那行 那咱再这个换一个哈 这个 他们活泼又聪明 他们调皮又灵明 啊啊好吧 那这个我原来唱来上去 是一首歌啊 嗯 那这是什么动画片呢 没错 就是活泼可爱的蓝精灵了 也许呢 你喜欢看那些 可爱的小蓝精灵 经历这一次一次的冒险 但你是否有曾经想过 他们的蓝精灵村 可是真真正正存在于 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呢 其实呢 早在这个2011年的时候啊 为了配合电影蓝精灵的上映呢 西班牙马拉加市附近 一个叫做 胡斯卡特的村庄啊 就是在安达路斯亚的一个小镇啊 这是一个仅仅只有250个人口的迷你村庄 他为索尼电影公司的高管呢 就一眼相中 提出了要将白色小镇变成蓝色的广告创意 而电影公司呢 也非常的靠谱啊 他们就承诺之后呢 会恢复到原来的白色小镇 并会为他们所造成的麻烦 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那在经过多番的交涉啊 经过这个镇政府的同意之后呢 人们就用了4000多身的明亮的蓝色油漆 把这个美丽的白色小镇 幻化成为了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蓝精灵镇 在这个蓝精灵村里面呢 大家可以组织各式各样的主题活动 人们呢 可以参加蓝精灵绘画比赛 跟有蓝精灵的主题集市啊 和以蓝精灵为主题的婚礼 这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住惯了白色村子的村民们 对于这充满活力的蓝色 也觉得是宠爱有加呢 这一抹蓝色有没有让你的心眼明亮起来呢 到目前为止 人们还保留着 因为当地的村民们说 他们已经爱上了这一抹蓝呢 原本白色的城镇 当然也是相当的美丽 有机会的话 大家一定要去西班牙的马拉加走一遭哟 因为这一座白色的海滨小镇 一定会让你着迷呢 小爱老师常说 西班牙的马拉加 是一座能让阳光照进你心底的地方 绝对给你温暖的力量哦 所以呢 就让我们伴随着这样温暖的感受 在我温暖的声音当中 结束我们今天的课程吧 我们下节课再见啦 Adiós Copyright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